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奥特曼又给我们带来三个变形方块 首先是红色的这个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这个红色的奥特曼是哪一个形态吗 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号方块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一号方块可以变成一只动物 那你们可以猜猜看 它变形之后会变成哪一只动物呢 这里好像是打开的开关 可以往上掰起来 掰起来之后两边就会弹开 那这两边是什么呢 底下的一分成了两块 而且还可以打开呢 大家看 是不是有点像翅膀呢 这个一号方块变形之后就是一只老鹰 大家看 它像不像一只老鹰啊 那要把它变回去呢 也很简单 只要按照刚才的步骤往回翻折就可以了 先把黑色的部位往回折 再把头往下折 再这样子把两个一一合上 最后把咬鹰的头往回折就可以了 大家看 是不是很简单呢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二号方块的 是这一位蓝色的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 这是哪一个形态吗 它给我们带来的二号方块 也可以变形成为一只动物呢 那你们猜猜看 它会变成一只什么样的动物呢 那这个蓝色的方块 有点像是海洋的颜色 这里可以打开 出现了 这是动物的形状 你们猜到了吗 它有锋利的牙齿 然后这里是尾巴 看 它的背上还有背脊呢 那这是一只鲨鱼 你们猜对了吗 二号的方块可以变成一只鲨鱼呢 这只鲨鱼看起来好凶猛啊 它还有锋利的牙齿和红色的眼睛 要把它变形回去也很简单 就把它的头 翻开两边往回折 然后再把尾巴合上 大家看 是不是很简单呢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三号方块 这是一个黄色形态的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 这是哪个形态的奥特曼吗 它给我们带来的三号方块 这也是可以变形成一只动物呢 这会是什么动物呢 让我们一起变形来看一下 你们猜到了吗 什么样的动物身上是黄色的 这里可以翻折下来 然后底下也可以翻折起来 大家看 这样子变形就变形好了 这只动物 你们熟悉吗 它是猛兽之王 大家看 它有锋利的牙齿 要把它变形回去也很简单 只需要简单的翻折就可以了 大家看 是不是很简单呢 这时候 巨大的凯撒贝利亚变形弹 从天上飞了下来 它想要来攻击我们的三位奥特曼 三位奥特曼被它踢倒了 凯撒贝利亚的变形弹好强大呀 奥特曼说 凯撒贝利亚的变形弹太强大了 我们三个人有齐心协力 才可以把它打倒 看我们的合体变身 三只方块动物 变身合体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 这时候 机器人对凯撒贝利亚发动了进攻 机器人用它的王子之剑 砍倒了凯撒贝利亚 可是凯撒贝利亚又站了起来 他好像是打不败的 他对机器人发动了猛烈的撞击 机器人对凯撒贝利亚发动了必杀技 王子剑击 终于凯撒贝利亚被打倒了 打败了怪兽的机器人 又变回了三个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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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有变成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원 打贝利亚发动了 都知不知道